县长潘孟安亲自出海 迎接琉球箱白沙 琉球全德级天南四所国校 七十二位应接毕业生 完成毕业挑战 小勇士们历经两个多小时 接力滑行 逐一返航 完成滑海壮举 展现他们有余挑战 克服困难的毅力 跟内险那一天比较不一样 今天浪比较大 所以感觉比较可怕 那怎么克海啊 就是平衡要好 然后要跟同伴还是要协调 有不一样的体验啊 之前都没有这样的体验 来吧 白沙 来 来 小心一起考虑 加油 迎接陆续完成挑战的小勇士们 县长潘孟安强调 此次七十二位毕业生 挑战全国首创的 独木舟航海体验 就是要鼓励孩子 勇于克服困难并增强自信心 同时也透过今天的活动 宣示屏东县的多元探索教具 正式起航 我想特别感谢我们教育处 包括这个外展协会 大家一起合作 选择风光明媚的海上明珠小琉球 来作为屏东县 在未来 在今年开始的一个 在从天文教学 理念学校 特色教育以外 再到目前未来 再继续在执行 从下半年度开始的 所谓的探索教育 今天在这边做一个宣示 也是祝福我们琉球国中 四所琉球国小的毕业生 完成了这个毕业的仪式 那也是我们在探索教育 今天第一次的起航 也在这边做宣示 我们未来屏东的探索教育 不单只是包留河川 海洋 高山 农村 渔村 所有应有尽有的探索教育内容 会进在屏东县 透过探索教育 能亲海 知海 爱海 从不同视角认识家乡 及学习保护海洋资源观念 县长判断强调 屏东拥有好山好水 及丰富的环境资源 这些都能成为 未来探索教育的心理成本 那屏东有广大的海岸线 然后有高山 丛林 又有非常多狭长海岸线 从山林之间会让同学 对山林之间的生命的体验 以及挑战 对于整个探索教育 在人生的未来的整个成长过程 是一个不口后缺的 也是一个必要的 也是在我们都会 有备于都会区内 那么多小朋友 老天爷给予我们这样的环境 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天然环境 融入了现代化 科学化的一个教育 把它变成一个探索教育的 一个新的里程碑 近年来县府积极推动探索教育 强调其教育核心 在于启发学生发展出 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创新思维 不怕犯错及勇于挑战 而县府以计划乡体育署 争取1.8亿元经费 成立探索及外诊发展中心 配合12年国教 将探索及户外教区 纳入科岗 建立探索教育基地 评论秀不停于相识采访报导 小洩 小洩